今年是否經常見到這個詞語 我XX我XX過了 XXX我經常用 拖不到你就拖不到我XXX 拖不到我XXX 今天我潮流教主沛兒 準備了幾個今年很流行的網絡用語 或者潮流的用語 考考各位街坊 懂不懂她為什麼 以及怎樣用 最近真的很Hit 沒有啦 那我現在就開始街坊了 尋找一下那些人 我真的要說一句 我哭能了 這個 你有沒有見過 沒有 是不是MADLEARN 直接說這個 那男朋友做什麼你想打這個人 可能一些隊友費 送頭 哭什麼 XXXX 歪歪歪少少 XXXX 撒清楚 XXXX 可能很不開心 發生一些不予意的事 在快庭裡 God 那時候ugo XXXX XX了 歪一些歪一些 哭能了 很悶的 有時候忘記了錢包了 你有沒有聽過嗎 哭能不佳 什麼 沒有 友 In 哈哈 你是政治小型XXX 也是 在哪裡見得到這個 Whatsapp 什麼情況都可以用的 萬能Key 你找我出街就不要了 很多男生約你出街的 我不是 媽媽叫你早點回家 不要罵我 對呀 男生約你出街 你會不會想說這句 當然會 就是推別的女生給他 哈哈 朋友哭就不要了 你的朋友會哭嗎 哈哈 不說啦 哈哈 自己知道什麼事啊 看到知道什麼事 對呀 過不尋敲那個朋友 這個 心狠淚 我現在就去 為什麼呢 學業很繁忙 哦 今年BS 他一個離開的 他們去香港 只有我那個留意的 然後他就在那邊吹我 哦 心狠淚 有時候跟朋友 說了很多次 他都不明白 他認識了很多次 不明白那些 你們身邊有這樣的朋友嗎 有的 是不是他 是他 是他 QQ他 哈哈哈 現在都有 現在香港人那個心狠淚 哦 I'm 10 I'm 10 日日多這些 不舒服 不舒服 每天都有 每天都心狠淚 哈哈哈哈 會不會偷 IG 有些心狠淚 那些closed friends 全部一群心狠淚 是啊 男朋友打遊戲的時候 你會不會心狠淚 不要 哈哈哈哈 不要回答 他有沒有拆散我們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聽過我們 叫港實拆 不是 我們 我經常看 有看我們都知道 我經常都拆散一些情侶 他真的拆散 哈哈哈哈 但你雙方又怪過你 我們又拆散一些情侶 你是不是在偷他 哈哈哈哈 沒有了沒有了 又被我們拆散了 哈哈 不過你們情比金堅 對啦 這個 懷疑人生有沒有看過 有 我懷疑了這麼多年 我出生開始懷疑 我出生第一句不是爸爸的 是懷疑人生的 懷疑人生 這個 這個應該是中二的時候開的 我可能 可能和男朋友分手吧 因為他會懷疑一下 哈哈哈哈 看見那些人買 一出十二就買十二 哈哈哈哈 你買到PS5 哈哈哈哈 你真的懷疑人生 真的很懷疑人生 真的嗎 嗯 都很歷疑人生 哈哈哈哈 哈哈 可能想弄他 他就這樣回答 他想不到回答什麼 就這樣用 不知道哪個哪個 喜歡哪個 那時候 真心嗎 我不覺得啦 說八婆的時候 聲出來說 那條裡面漂亮 就說 真心嗎 如果有些人跟我說話 我沒有聽得很清楚 很仔細 我就會說 真心嗎 就好像我真的有聽他說話 他開心我開心 大家都開心 你們現在這一輩 會有什麼詞語去說 教一下我 我看看有什麼貼圖 我看看有什麼貼圖 也好啊 我看到 這個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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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你能事 這個我沒有 有什麼貼圖 對 不是很討厭 因為他這麼漂亮 所以我可以的 是嗎 你到時看看 就知道我貼圖在哪裏 我們說實際 去哪裏 去哪裏 好 謝謝你 你現在接受我訪問你想說什麼 不要 哈哈哈哈 好啦 所以我扔過照鏡 是啊 錄得 你們說一次 你真的扔過照鏡 哎呀 大家 鏡頭是雪亮的 哈哈哈哈哈哈 剛剛 經過這麼多的受訪者 反映給我聽 說我選的一些詞語 都有點old school 我想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最近 就是經常聽到 有什麼潮流用語 創意的用語 在網上流行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那就讓我們可以 學多一點 與時比順 好 下集見 拜拜 請問一下 紀錄 出發 出發